對方 真的很會打 中間方向 一手棒 今天呢 詹子嫻 昨天他沒有先發 丟到人啊 這個球 這個世界 丟到人絕對不是好事 那現在變成一二壘友人了 滑球已經過來了 出棒 哇 打穿了 那現在二壘上的跑者收益 得到的收益要回來得分應該是沒有問題 一壘上的跑者也上三壘了 首局呢 在中心胸肌這邊就有突破 陳子豪安打的帶一分的打點 而且現在 一出局 一三壘友人 的確是這個滑球 但因為也不太想 形成保送 所以這個球是比較偏中間一點 這個球還是一個安打在中間方向 這球之後呢 這也只能夠做回傳 那 站內這分當然就擋不住了 一二壘友人 單局呢 所出現的第三支的安打 對 我覺得這個球去拚曾宗恩的一個內角速球 這個可以再討論一下 因為曾宗恩的出棒是蠻快的喔 而且他面對肯特前面那兩個外側比較明顯的變速球 都願意去追倒 現在球速是一個領先的狀況 其實是還可以再嘗試喔 如果他去追打揮空的話 肯特跟守備這邊的就賺到了喔 那這個內角速球要 我的風險是在說 萬一被他扛到 外野飛球 你還是要掉分 哇 中間方向落地再一次安打 那現在 哇呦 在接球的時候呢 也沒有接得太乾淨 那當然二壘的這一分呢 在兩出局的情況下要籃下來 機率就不高了喔 這個時候要喊暫停喔 又是一次在球速絕對領先的情況下 投到最後還是被打安打上 對 而且最後這個變化球還是稍微近了一點 高了一點我們看一下喔 是在王威城喔 這個身體重心不用被破壞的情形下 只是機球點稍微早一點喔 反而這個力道是恰到好處喔 所以肯特在今年 對上中英兄弟的這個樣本喔 真的就只能參考 會因為現在光是第一局 就讓他受到很大的傷害 如果中英兄弟啊 有一波攻勢啊 單局出現了4G安打 3比0領先